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却跑到监狱里享福来了 根本没人能管得住他 住着单间 吃着小灶 还有时不时进来陪他聊天喝酒的朋友 监狱管理条例在他眼里形同虚设 更过分的是 他出于当天小弟们开豪车 放鞭炮相迎 宛如他是立功归来 任爱君是如何成为黑老大的 为什么就算在监狱里 他还能那般猖狂 最后他又会落得何种下场呢 任爱君 一 在监狱里悟到任爱君是地道的山西人 但沐浴在山西厚重的文化中 他却没有成长为拥有良好品性的人 早年间他就是一个小混混 凡是好事都不会干 凡是坏事都落不下的那种 1994年 任爱君才二十出头 但是已经犯下了故意伤害 抢劫 耍流氓等多种罪行 恕罪并罚之下 他有了第一次入狱经历 这一进去就是六年 然而别的罪犯 在监狱里是反思赎罪 到了任爱君这里入狱的经历 反而成了他的一场修行 不知是得到了高人指点 还是他天赋异禀 六年时间竟让他明白了江湖的道理 监狱内景 只是他能品出来的江湖 并不是小说里的侠制大者 为国为民 而是如何当上 危害一方的土皇帝 更重要的是 他明白想拥有一手这天的江湖地位 必须有自己的势力 因而第一次出狱以后 任爱君开始拉帮结派 也玩而起了人情世故 谁料这一招竞争行得通 很快他果真成了小弟无数的黑老大 可这样的身份 注定是为国家所不容的 任爱君也因此再度洗涤一对银手镯 只是这时的他已经积累起了黑白两道的人脉 原本的无期徒刑 竟只困住了他十年 任爱君团伙被宣判 二堪称神苏的减刑任爱君第二次入狱 是在2003年 判决书上白纸黑字的写明了 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可是短短十年后 深息人静等来了他刑满出狱的噩耗 然而其实很少有人知道 任爱君在监狱里的那些年 才更让人愤怒 拿最基本的来讲 正常监狱都是多人间 大锅饭 不应该有任何享受才对 可是任爱君进来以后 却受到了兵制如归般的特殊照顾 他不但有自己的专属单间可以住 饭也有专门的人来做 更能刷新大众认知的是 任爱君的牢房 就宛如他的会客时 几乎每天都会有户朋狗友来看望他 这些人还不忘带上美女前来作伴 正常犯人应该在监狱学习改造 就连当地的不少领导干部 也是常去探望任爱君 更有甚者还会和他把酒言欢 在这种情况下 别说其他服刑人员不敢惹他 就连普通预警 可能都要反过来看他的脸色办事 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任爱君服刑期间 还能获得珍贵的减刑机会 前前后后足有七次顶格减刑 不过十年就让他蹲完了 原本的武器徒刑 这样的改造自然起不到 丝毫教育和反省作用 因而出狱以后的任爱君 依然是个社会毒瘤 甚至是毒比进取钱还扩散了不少 任爱君被捕 三出狱后变本加利 2013年的一天晚上 深夕一处监狱附近热闹非凡 聚集在这里的也都是些 看着就经过监狱的犯罪分子 然而这些人根本不怕监狱 还开着劳斯莱斯 兵力等顶级豪车招摇过时 鞭炮也在一边叙事待发 这些人齐聚于此 并不是对监狱的无脑挑衅 而是要迎接他们的老大出狱 原来是任爱君到了出狱的时候 他的小弟们都给他撑场子来了 甚至因为车太多 造成了高速路拥堵 此时的任爱君已经两度出眼铁窗类 但他的行为没有丝毫收敛 任爱君不但在出狱时 闹得轰轰烈烈 之后还马不停蹄地 开始谋划着闷声发大财 夜晚路上堵车 为了掩人耳目 任爱君开了一家公司 可他公司里没有任何 能拿得上台面的实际业务 招聘的员工 也都是他的爪牙和育友 也不能说任爱君十年里 没有任何长进 因为他至少学会了 给自己的非法行为遮羞 这家空壳公司正是被批上了 合法外套的黑社会组织 没过多久 任爱君的公司就接到了第一个大单 单主是太原某个弃配城的老板 这老板因为一块儿土地的经营权 与别人发生了不愉快 希望任爱君能调解矛盾 痛快地接下单子以后 任爱君大手一挥 召唤来了一批 看着就不像好人的牛鬼蛇神 而后他们就在对方门口搞破坏 拿出了耍无赖的全部本领 社会闲散人员剧中闹事 对方被搞得苦不堪言 最后只能同一条解 这一场商战因为任爱君的加盟 而大获全胜 此后他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原本任爱君在山西 就有些黑白两道的人脉 这一下本来还在观望 任爱君还能不能行得富豪 乃至领导们纷纷闻风而动 重新找到了任爱君谋求合作 或者寻求庇护 很快他就赚得盆满钵满 犯罪金额累计有十多个亿 那段时间整个山西省都被他们弄得乌烟瘴气 被祸害的人更是苦不堪言 因为就连政府都和任爱君一个鼻孔出气 幸而后来全国都推行扫黑行动 这才终于让任爱君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扫黑除恶是在必行 四逃不过法律的制裁通过任爱君能七次成功减刑 就能看出 他的保护伞应该是错综复杂 甚至遍布整个山西政界的 因而他之所以能够在扫黑行动中迅速被打倒 除了办案人员的细致调查以外 也离不开他妻子的举报之功 这主要是因为任爱君服刑期间 想获得减刑 大多要靠他的妻子帮忙奔走 他用的比较多的把戏 也是通过妻子和律师购买凶案线索 再把这些交代给警方 以换取立功和减刑 并不合法的减刑 然而任爱君却不知感恩于妻子的付出 就算在监狱里 都能心安理得的让美女侍奉左右 在监狱外恐怕就跟不知收敛了 他的妻子又怎能一次次的容忍来自丈夫的背叛 最终选择把他的恶行和罪证 如实提供给了警方 这一下任爱君犯罪团伙的遮羞部全部被扯了下来 不但参与他黑社会组织的违法人员 逐一被逮捕入狱 而且他的保护伞也被撕了个粉碎 因此落网的公职人员组有近百人 太原中级人民法院任爱君在此被宣判 最后任爱君的减刑全部无效 法院判处恢复执行他的无期徒刑 恶贯满盈的他终于再也不能危害人间了 总之 像任爱君这样的人渣死都不足惜 只希望扫黑除恶的工作永不停滞 直至全部社会毒瘤都被铲除干净 还所有人以幸福与安宁 参考资料澎湃新闻 涉黑头目小四毛七次违规违法减刑被撤销 政法系统多人查OL 201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深吸黑老大两 刺入狱七次减刑牵出九十余人腐败窝案 OL 2019年6月11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